感动感觉 你看 铅笔和橡皮擦 我都给你准备了很多支 到时候如果有别的小朋友没带 你要记得跟别人分享 零钱和纸巾 我都会给你放到侧边口来 说吧 我们小宝终于可以上学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请您下一想 包树皮 你知道吗 小时候呀 我最期待的 就是开学前的包树皮 一般都是爸爸给我包的 这才是开学应该有的仪式感 好看吗 我来给你们的脸上 提个什么东西好不好 美丽 这才是开学的仪式感 你这些用力 打扰一下两位 一款伟大的刺势弹发明 儿童智能书包的出样品 结合了我司最新的技术 可以全面应对小宝上学期间 遇到的各种突发状况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小宝看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左侧有一个一键求救的按钮 当你按下去 它就会发出警告声 中间 摄像头 右侧 侧距移 这得多沉哪 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 全新轻量化的设计 符合人体的力学 可以抵抗五百度的高温 以及二十米的水深 知道的是去上学 不知道的 还以为要上战场呢 还有 内置GPS导航定位 以及人脸识别防走丢 数据可以实时同步到 家长手机的应用程序里面 那它会自己走路吗 有移动的需求吗 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干脆 载个机器人 陪读呢 似乎有一些道理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安排 专门的陪读人员 喜欢吗 来 你过来 你就省点心吧 你就省点心吧 这学校里都是和小宝一样的同龄小孩 老师和后勤全天都在 你这样搞特殊化 他还怎么融入到新环境里啊 小宝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我必须要确保他万无一失 另外 这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陌生的集体环境 我必须要对这个未知的环境 进行全面的评估和防范 你想想 一个班里有二十个孩子 另外的十几个小朋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会不会伤害到他 教室的设施 学校的活动是不是安全 这些我都一概不知 大厨 你想让小宝 变成一个正常的小孩 前提是 你要学会 怎么做一个正常的家长 那你的意思 我不正常 你是老板 我怎么敢说你不正常呢 只是我觉得你确实在某些方面 有点过于的 非凡出城 像我这么平凡 卑微浅 渺小的小美女 确实理解不了的 告辞